我们这个毛衣呢 它是用的是 枝比较粗 是5.0的针 因为线也是中粗线 所以呢 我们用的是最粗的针 用起针的方法呢 是用这个快速起针法 这个单锣纹起针法 用这个方法进行起针 后片起80针 按照这个方法 起80针 起完80针以后 我们就直接织两行上下针 织完上下针以后 我们第一针边针放下来 完了织第一个花形 三针的花形 花形在反面 第一行是下针 第二针是上针 第三针是下针 这是一个花形 完了我们再织两行的 这个上针 是那个平针 完了我们再织第二个花形 下 上 下 这一花形 再两个平针 完了再下 上 下 按照这个方法 跟织前片的方法 是一样的 我们织这个花形 这叫二八尼亚花 这个花形呢 我们织三组 四行一个花形 我们织三组 织完三组以后呢 我们继续留着边上两个花形 这边留两个 这边留两个 这边留两个花形 我们继续往上织 中间全是大平针 织完以后呢 织到32厘米的时候 织到32厘米的时候 我们开始织液下减针 知道这个高度够了以后 我们准备开始 这儿液下减针 在减针之前呢 我们先把上边 这个领子这儿留的 帧数留出来 一共是26帧 我现在咱们就看一半啊 这领子这儿应该是13帧 13帧这儿呢 就剩27帧 27帧的话呢 这个一行减一帧减五次 完了两行减一帧减五次 把这个花形减霉 剩下的还剩17帧 在从这儿开始减针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这个尖的坡度 要求它是15厘米 就是这个角度 那么这个角度坡度呢 我们看看从这儿呢 到这儿一共有多少行 从这儿一笔 就说这15厘米的坡度 看这15厘米的坡度 我们给它平移过来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看它这个高度 一共有多少行 在这行里边 我们要把这些针都剪掉 完了算算你 大概多少行减一帧 多少行减一帧 这是一半 那边是对称的啊 就这意思 我们可以先把这边 先做好减针 先把腋下这10帧减了 再剩17帧呢 再看看多少行减一帧 也可以啊 我们收完一帧以后呢 我这个呢 上面就得一次收4帧 3帧 收完帧以后 最后按照我们留的那个帧数 统一给它收完了就行了 这个坡度就出来了 就这意思 这后片就完工了